说马总统是门神 马总统生气了 马总统告人不是第一次 我们来看看马总统告人的历史 从2007年开始 我们先整理这八年来的历史 在总统大选期间 谢长廷指称马英九将特别费 汇给家人叫保险费 他因而向台北地方法院提出 废谤自诉案 同年严慎冠提出马英九 使用特别费公款买女性内衣 马英九份而提告毁谤 后来这些事情查证查证 好像也都蛮接近事实 好2008年在马英九特别费案的时候 这比较特别 他在上诉期间 指控检察官侯宽仁 因为侯宽仁起诉他 他指控侯宽仁篡改笔录 意思就是说当初 马英九跟检察官说的东西 跟侯宽仁登记在笔录上面 是不一样的 涉嫌伪造文书 好我们接下来再看看 到了2011年 民进党前发言人梁文杰 在总统大选期间指控马总统 密会台湾号称最大的组头 陈吟柱 跟他募款三亿元 后来马英九以个人的名义 提告妨碍名誉 2013年 这大家都还记得 就是王金平申请假处分 并且提出确认党籍 存在的诉讼 那就是对王金平 我们就说要砸王金平 要去掉他的党籍 2014年 马英九门神说 就是最近就是礼拜五 将要发生的事情 如果吴子嘉不道歉的话 马英九就会在星期五 提告吴子嘉 好了我们看到这个问题 大家都在讲门神门神 最近又爆料 这个吴子嘉就加码爆料 说不是只有给马核心 或者马团队 那么这个顶心卫家 他们也有给民进党的 许多政治人物 其实我们按常理来判断 一个生意人 一个红顶商人 他一定不会压一边 我们把这个政治现金一摊开发现 其实大部分政治人物都两边压 只是两边压了 好我觉得重点不在于 顶心卫家捐给哪些政治人物 政治现金 因为在早期看起来 在卫家还没有白康之前 他似乎是个红顶商人 也是个英识的商人 从某种程度来看 他能够把这个方便面 各方面做到中国最大 也算是台湾之光 至少在那个时候是这样的 所以在那个时候 接受卫家的政治现金 似乎可能卫家要捐给你 可能没有几个候选人会不拿 好 问题是在于 拿了这些政治现金之后 在往后的几件事情 包括顶心TDR 包括在三重新宴的这个土地 包括超额的贷款 包括这一次 十安法修正的阻挡 在这些过程当中 有没有因为拿了政治现金 而去刻意护航 我想这是不是才是我们今天 要讨论的重点 对 所以民进党发言人黄定 在昨天就特别讲说 在昨天这个101的 这个金银权的争夺战 都是因为民进党的委员 那么包括了陈其迈 林树芬等人 奋力地去找资料 那么挖出来才终于 让这个卫家的经营 可以这个离开101 但是有很多的政治评论家 还是认为民进党打得不够重 打得不够用力 也认为并没有要真的 把卫家的经脉给抽出来 难道真的是因为民进党 长期有人都在拿点心的这个金援吗 这个我要先要讲是说 刚才民宇有一直强调说 那你为什么不马上告 那为什么叫马总统说 你跟他讲什么 讲那些没有用嘛 你就马上告就对了 第一个我要跟大家讲 因为我以前不了解这种状况 等我自己当了议员 等我自己当政治人物了以后 我告诉各位 真的要提告真的是 不是最后的手段 是尽量不提告 告不完 因为你这样的话 第一个告不完 而且还有上市对下市的问题 你知道吗 你一个人 然后就忽然骂我总统 然后我就马上提告 这种上市下次得利的是谁 就算我胜诉了又怎么样 得利的是他 所以对政治人物来讲 我们是尽量不要提告 我举个例子来讲 我选区就有一个老阿伯 他一天到晚叫我做事 可是他儿子一天到晚骂我 那我也是跟他讲说 你儿子这样子一直骂我 可是你又叫我做事 你这样子怎么可以 我甚至于受不了 我说那我要告你 我要告你儿子 你回去跟你儿子讲说 我要告你儿子 就他儿子就闭嘴了 你知道吗 所以我逼不得已的说 我们才会提出告出 而且你想想看 我一个堂堂一个大议员 后来中间人也来跟我说 议员你跟他计较什么 你这是骂一骂而已嘛 你就不要理他就好了 那你说我怎么办 我被罢 我们这种政治人物就白白的被骂 骂完了以后 还不一定要提告 你说可不可怜 同样的马英九的这种 马英九做到贵为总统 这个状态 过去他当这个法务部 法务部长的时候 就如同主持人一样 你只要讲错什么 或是在入委会的时候 你知道讲错什么 他马上跟正 为什么 因为他的行政权所在 他必须要让他的行政 他的政策是非常清楚 所以他一直要提跟正 但是作为总统 已经做到这个大的位置 他全国大小事情 通通通通通通都他管了 如果他任何人提出了一个 提出一个什么东西 就叫我这个做总统的 要马上回应 这很奇怪的事情 我举一个 刚才明玉刚才有讲说 周玉寇 周玉寇刚才一开始跟我讲 我起码做节目的时候 就说十亿十亿 后来刚才明玉有提到说 扣费也说 起码两三亿起码有 你看 所以准备要开始告人了 又马上就说 两三亿可能有 这种想当然耳的这种说法 其实对我们政治人物来讲 是非常非常的很奇怪 你说这个鼎心 他蓝绿两边都压 那我坦白讲 我是蓝的 我是深蓝的 这样一讲的话 搞不好连我们这种深蓝的 也搞不好说你可能也有 所以我想这一块来讲 对我们政治人物来讲的话 其实真的是很 很悲哀的一件事情 人家骂我们 人家这样子指责我们 或是人家说 你要出来说清楚讲明白 我们不管怎么说 或是不管怎么样 我晚一天两天三天 都还是被人家骂 我想这个马总统的这个心态 我想这个是一定 会有这样的状况 第二个是说 我们看到的是说 这个门绳之说 门绳之说 也许说这个鼎心 他是刚才主持人讲的 他是一个红顶商人 蓝的这边也压 绿的这边也压 而且我也坦白跟你讲 当我们政治人物 出来参选的时候 很多的时候 我们都尽量去募款 因为真的是 选举要花很多钱 那这个时候就会看 政治人物 这个在企业家 他是要怎么样的给钱 政治人物 对啊 这个人我去拿 我去跟他募款 他可能给我 一万两万三万 可是另外一个人去拿 可能说我比较喜欢你 我说我本来就是绿色的 我说我本来就是蓝色的 我可能给你更多 我最近也有听到 这样的说法 可是这样 这种状况 你说红顶商人 因此这样子说 他就是这个人 我们这些收募款的人 去向募款 这个就是门绳 我想这个都没有办法 说得过去 最重要的是 主持人有讲到一点的就是说 你这些政治人物 收受了政治现金 他只要合乎政治现金法的话 我们应该来讲 不愧受 但问题是 他后面有没有打着你的光环 打着你的这个名号 去做他自己想要做的事情 然后去做一些 他不应该得到这些利益 坦白讲 我觉得到现在为止 顶新所作所为 我完全全不能接受 我们节目上面一直骂 一直骂说这个顶新 为什么可以得到这样的东西 为什么他可以打到百分之一的 只拿百分之一的贷款 就可以拿百分之九十九的贷款 然后车子自己出百分之一 就可以买到那么多豪宅 这个东西一定要去查清楚 过去我们看到民进党时代 这个商人也是拿着这个东西 去找吴淑貞 这个东西让我们觉得非常非常 可恶的一件事情 如果马英九的时代 还发生这种事情的话 我觉得马英九不是笨蛋 也是白痴 马英九时代就发生这个事情了 他就是发生这个事情了 你民进党时代就做这种可耻的事情 国民党时代 民进党还是做这种事情的话 那国民党是非常普遍 如果还是这样 国民党2016之后就变成在野党 我跟你讲 先让我补充一下 我觉得刚刚那彦博兄 有有些乍惊之下是言之成瘾 但是有些东西是 但我们不是说鼓励新宋 不是说今天什么人 罵阿嬷阿嬷阿狗 你要马英九就新宋 因为他毕竟是总统的高度 可是今天牵涉的时候是顶心未佳 而且一周刊已经是明文的 就是直接点名说马英九 你就是门神 那当然现在社会大众 很多东西质疑 包括刚刚您讲的 就是说顶心未佳 他凭什么直接百分之一 就可以买到地保 对不对 那还有这次这个逼退他的过程 人家很多外界的质疑 还有就是说两岸产销 为什么就独独交给未佳 陈宝基为什么登门就叫 去去找他 很多东西就大家会 那为什么忠家又是顶心 所以很多人会把这些特权跟顶心 所以我说今天的东西是顶心 针对顶心 所以总统才应该马上提告 最快的部分 我是希望马英九 或是说司法的机关 你一定要去查得清楚 另外一个强调说提告这个部分 我跟他讲这个提告的部分 我只是告诉你说 政治人物的心态到底是什么 为什么会让这么多的直接说 给你赶快 给你赶快讲说 你赶快讲清楚 然后这四十天五天 如果再不讲清楚的话 我一定提告你 所以马上总统今天就提告 是在哪一个党里面做大的 是在哪一个党执政的时候做大的 是哪一个党 你去看一下陈水平 就是国民党嘛 就是国民党嘛 你去看陈水平 怎么买陈水平 他是在哪个党执政的时候买101的 对不对 他是在哪一个党执政的时候 用百分之一来买这个地保的 就是国民党嘛 所以我跟你讲说要查清楚嘛 对不对 就是国民党啦 那你看看陈水平 怎么称赞底薪的吧 你要这样讲的话 就怎么清楚 所以我跟你讲说 不管底薪怎么样 哪怕是陈水平时代 或是马英九时代 又在讲陈水平 他如果说是用 打这个打的最后一招 然后打这些跟领导人的光环 去做一些 国民党 我也所欲为的事情 我觉得都要查清楚 我们对国民党立委不满意 但是我们对民进党立委 还有更深的期待 说真的要讲 魏家到现在只是伸皮没有断筋 我们还要看到更多的作为 所以我们是希望说现在 除了现在所顶心正义的 有在查 那现在查这个魏家101的股权 那我们也希望说财政部有很多手段 他可以去查税 他可以去抽银根 这都要做啊 如果不是民进党立委 在国会这样质询 一个一个把他问出来的话 我觉得没有这个名气可用的话 财政部不会打这个电话 财政部不会这么关心 或是说总统府不会这么关心 因为整个鼎心魏家 对这一个国民党 已经造成非常大的一个伤害了 他为了要挽救他们选军 没有办法照这样子做啦 好 我想现在已经露了两党之争了 不过我们把事情还原到原始的 这个一个样貌 杰明 对 我想政商关系一直来就是牵扯不断 我想从蒋经国内部 那个年代之后一直都这样发生 但是我没有看过政商关系 最后引导是他这两年 从越南进这种恶心又给台湾人吃 而且他的声明稿里面还说 这是政府就魏英焦 在他昨天早上的公告里面说 他的油是政府已经是说OK的 怎么已经到这个程度了 还有一个人已经当了全天下都说 你的油是糟糕 油的时候还说一句话 政府说他的油是可OK的 那我们回应刚才马英九他提到的这个 就是说我已经动用这么多的检察官 什么东西天可见脸 那是因为有个台南小吃 终于逮到了 过去三次有看到马政府 有做什么大动作吗 不要说什么啦 当时那个强灌的油 对不对他用了 那交了一千万的保证金 花了两年多的时间 人家都已经起诉 一年多时间 人家都已经被起诉 他到现在才发现到 他有九十八的 是用来自于这个不好的油 所以我们不要再说什么 因为基本上这个内容 已经告诉我们一件事 再怎么样政商关系 也没有遏制到你要拿你的毒油 来毒害你的老百姓 这件事情实在是你去扯什么 过去什么政党那些人都没有意义 但是我们看到这是最遏制的 如果这个遏制还可以包容的话 那要政党干嘛 但是我要说一件事 昨天的消息已经大概清楚了 说就是魏嘉最后在两点钟的时候 决定要退出来 可是今天媒体有一阵的消息 我早上在看这个新闻的时候 我其实没有很大的感觉 后来知道原来那个友人 是曾铭忠的时候 我就很好奇其实曾主委 你真的应该出来说说话 因为这里面你把整个 这个内容是来自工商时报 我欢迎观众朋友去看一下 他里面把整个就是 就是我们说魏嘉他所 这个借的钱 总共480亿的钱来东去卖 讲得一清二楚 但是里面有一个内容是说 他希望银行不要去抽银根 因为会伤害这个企业 那让我感觉说 那这个东西 是不是就是不打算断金呢 因为我们知道 其实最基本的一个要件是 你我都知道 媒体都晓得 这个101大楼的股票 最高值借是93% 最少也有67%的值借 那今天你是这个金管会 你当然可以要求银行团 针对他101大楼的这个 这个值借的股数 全部要求他及时偿还 为什么不做 那你这么简单是不做的时候 让我们觉得是不是交换利益 只是你交换他 提早两周这个下台 但是你真的要断银根的事情 政府没有打算这么做 今天你不能把所有的责任 都放在在业党 在业党怎么样 他也不能管财政部 在业党怎么样 他也不能管金管会 今天能够对银行动刀的人 看样子到目前只有彭怀南了 因为彭怀南听说这个益银 用1%借着90%的时候 他说对不起彭怀南线是60% 后来50%贷款 后来魏家就乖乖的 把这个钱就还清了 那当然有媒体说 他跑去马应九告状 我觉得马应九 你要好好地去针对这件说明 难道彭怀南去查魏家 有没有抄贷 那这个魏家 就跑去马应九那边去告状 说彭怀南不是 媒体都说出来了 那你马应九 要不要对这个媒体要诉讼 因为这个如果这是真的 我觉得你就不用多说了 因为这就是门神了 因为你竟然人家去查人家贷款 然后你还去讲彭怀南 彭怀你知道不管怎么样 人家11A的 可是我们到目前快要为止 马中总这件事情 他没有任何回应 那我就好奇了 如果今天魏家的跑去 跟你马中总讲说彭怀南怎么怎么 你真的还找彭怀南麻烦 那个媒体说是真的话 这是什么道理啊 这什么样的政商关系啊 讲清楚吧 有这种事情发生吗 所以我最后做个结论 今天要断他的根很简单 他就两个根 一个根就是我们说 101大楼股权支界 我们昨天在节目上有谈到 通常你被支界的股票超过50% 你是不能执行董事的权利哦 对 现在超过50% 请问一下那五席的董事还存在吗 我觉得金网会这个时候 就可以挑出来去质疑 你这已经超过50%直接 你还可以执行董事吗 我没有看到金网会做这个动作 第二件事情 现在三重 当时魏权卖给新燕 新燕又卖给魏权那一块土地 银行借着70亿哦 如果你今天要抽一根 这70亿可不可以抽一根 立刻就抽了 为什么不抽 所以这两根筋脉你不断 我不认为马总统你真的 有对魏权有要施重手的要件 好 这个问题我想很耐人寻味 是顶心魏权好大当 他怎么敢去总统府告彭淮南的状 这件事情背后我觉得耐人寻味 我们稍后回来